纽约台湾会馆老人中心每个月都会为会员庆生 最近为11月跟12月的会员举行庆生大会 即使为长者在老人中心会长热情的邀请之下 一起切蛋糕 欢唱生日快乐歌 包括纽约州众议员 市议员在内的民选官员都来祝贺 老人中心在我们这边是得到非常好的照顾 很多很多我们台湾来的乡亲都在这边活动 所以就像一家人一样 在台湾会馆老人中心是非常快乐的 我们老人中心只要组下去 会晤也是非常的完盲 所以里面有乒乓球 有舞蹈 有很多活动 能让我们老人家身体能够健康 渐渐朗朗的过了圣诞节 从会馆的开始到现在 到一直永远 我都抱着说 参与跟大家欢喜共识 共享成果 共享欢乐的心情 这种心情是永远不会变的 而且也觉得越来越豐富 祝寿星们都身体健康 精神愉快 那么人生就是有生命和生活 我希望大家都活得有意义 台湾会馆老人中心的寿星 纷纷发表生日的感言 感谢大家的祝福 以及老人中心对他们的照顾 原来华侨文教中心的主任王颖阳 在庆生会中 跟寿星们一起切蛋糕 并祝福长者们身体健康 延年益寿 对于老人中心 长期以来对台湾长者的照顾 也表达万分感激 场面快乐又温馨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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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